郭靖明把家安在上海 三年前 郭靖明在这座城市地段最贵的静安区 购置了三栋老别墅 将公司和私宅合二为一 这座常常紧闭大门的老宅 曾引发过外界的不少揣测和争议 老宅被平面媒体报道过 青春设置组作为第一个进入拍摄的视频媒体 发现在实质回廊 欧式浮雕的背后 与我们想象的有不小的差别 这个一百七十块钱 这个很便宜啊 然后那个小熊也很便宜 那个马也很便宜 真的吗 我一开始我觉得多好 一百多块钱 然后我看还有没有 那个玻璃罩子里面那个马 你猜多少钱 会不会有些反差很贵啊 七十 其实我自己我从来不会说主动要去塑造一个自己什么形象 我觉得大家看到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像拍戏或者在工作 我也不讲就什么像盒饭 十几块钱的 我也就一样的一样的吃 像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件衬衣 是我大概四年前的衬衣吧 我就穿了很久了 那我觉得这种就是也 也是我真实的一个部分 不看 要是用 ان 这么多字 那对 我赶摸 好 我赶紧